郭卫改革 我怎麼通過 你第一次要抓到船上去 你是在中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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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川大兵火大了 被欄委黃建豪點名 來立院交代電信偵查的資料來源 王益川不接球 還氣到人身攻擊 怎麼樣罵我是他言論自由 如果他當初真的是 所謂的數據公司取得的資料 這個數據公司 絕對是違法的狀態 那當然另外可能 他就從頭到尾都是在 在唬爛 有可能就從頭到尾 這假消息都是亂講的 會這麼質疑不是沒道理 畢竟三大電信 早切割王益川說都沒給資料 於是王益川對於 怎麼辨別小草 又有新的詮釋 看人就知道嘛 看鴨皮就知道 看直播就知道 去到現場就知道 要打到那邊 打到那邊打到那邊 也知道嘛 王益川告訴大家 辨別小草用膝蓋就可以 王益川分析資料的方法 多到數不清 最一開始是用手機訊號 那小草的那個訊號閉起來 也不同人喔 接著被質疑政府監控人民 馬上改口說是好朋友告訴他的 有這些做市長分析的朋友嘛 大家聊天會聊到 似乎發現這樣好朋友 恐怕有洩漏各自的問題 所以又改口是用膝蓋響的 這應該是要用客觀的數據去處理 膝蓋算得出來嗎 膝蓋應該是算不出來 那等於說王益川最近要胡爛嘛 如今王益川口中的資料 從哪兒來變成羅生門 連NCC主委陳耀翔也不知道 而且也很好奇 主委您都不會好奇 就王益川口中的資料 從哪邊來的 我其實好奇 但是這個要問一下 王益川先生 我也不曉得 我也是看電視 才知道所有的這件事情 王益川就直接告訴你說 他都是唬爛的 他是用膝蓋想出來 然後他根本沒有任何資料 因為他必須要去掩蓋一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真的有在對 在野黨做政治爭訪 王益川一開始話講得很篤定 現在卻不敢再提手機訊號 恐怕也知道大事不妙 介紹中文全佑台北報導